林保署华林分署为了推动暗夜守护 推办的暗之森大农大富暗空主题乐活动 在28号晚间揭开序幕 不仅结合台湾暗空协会关心认识暗空理念 另外也规划专业的森林疗愈师 引领独特的森林疗愈体验 而分署长表示 连续三周不同的主题活动 要带领大家来认识森林夜空的神秘面纱 县政府申之音花莲星光音乐会 在光复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画下据点 不过为了推动暗夜守护 林保署华林分署无缝接轨 启动10月份暗之森的暗空主题乐活动 那这些游城不是只是说带你来看星星 认星星那是哪一颗星 这是什么星座 而是藉由这样的一个暗黑的地点 让大家能够沉浸心 然后能够借由星光 跟这样的一个接触 让这样的暗黑的 让大家沉淀心灵而产生疗愈 所以它也是一个疗愈的行为 分署长强调 岸之森大农大富岸空主题乐 是一个关心活动 更是一次心灵的旅程 因为大农大富平森 园区1200公顷面积的平地造林 透过了林保署长期进行暗空监测调查 守护这一片珍贵的暗空 而且低开发 以及低光源污染的特性 成为最佳关心地点 其实我们今天是个开始 我们这个月开始 我们就尝试要办理 那个暗空 那个整个节 整个月 我们希望说这个月 每个礼拜六 我们大概会办理 这样相关暗空的这些活动 不只说 就是赏星星之外 我们会有一些相关的疗愈的体验 所以希望大家 每个礼拜六 看我们的那个网站 或者是看我们的资讯 能够来跟我们一起共享胜 林保署透过长期监测调查 保育森林自然生态 让夜间森林的星空 垂成热闹 今年首度推办登场的暗资深 精彩丰富主题月活动 长达三周 除了9月28号正式开幕启动 包含10月12号的 生星疗愈日 9月29号的暗空见学日 以及10月5号的 星空野餐日等等 适合家庭朋友 以及所有爱好星空 与大自然的民众来参加 记得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